各位同学 接着我们来看十一之十 爬楼梯履带平台之机构设计 对于在室内服务机器人而言 经常面临的移动困扰 就是提供人类在不同楼层 当中做空间转移的各种楼梯结构 虽然双足步行机器人 可解决上述的问题 然而双足机器人复杂的关节机构 机电整合以及控制导航的高门槛 将抵消仿称机器人所带来的优势 其中履带机构平台是解决 上述爬楼梯问题的选择之一 其他爬楼梯的选择方案 包括复合轮型平台 扶手轨道平台的座椅 以及升降轨道华仪座椅等等 目前国外都做的很多 本章将介绍 履带机构具有可吸性与多功能之特色与方便性 我们现在开始来介绍 我们现在介绍的是第一代履带运动平台 当然这个平台前面也介绍过 由于它采用的气压动力源与顺序需求 布面容易打滑等等缺点 这种设计并不适合商品的设计需求 我们看一下左图它是基本的架构 右图是布面履带的滑移方向 我们根据上述的缺点 我们做一个改善 我们在下面的第二代履带的平台 为了防止旋转或者爬坡过程中 产生履带滑移的现象 所以在外观设计时 橡胶履带以增加导轨以及外尺的设计 这个常见的市售橡胶履带 我们可以从右边可以看到 那由于履带机器人平台 除了拥有爬楼梯或特殊地貌的运动需求 可以配合本章服务机器人的机构设计 也应用于载人任务的需求 那下面我们介绍三种的形态 第一种是履带无人载具 第二种是履带轮椅载具 第三种是纯粹的跟随车 它根据不同的需求也不同的负载 譬如说第一种 它履带车和机简的总共负载需求 大约是60公斤 第二种 履带轮椅的辅具的固定负载 它的履带车体大约是35公斤 跟随车比较简单 大约也是35公斤 变动负载根据不同的需求 需求的来源是包括工商领域 医疗院所以及机场 它的特色说明如下表 那我们看一下 爬楼梯的载人平台为防止 爬楼梯过程中可能产生 反复意外的可能性 通常在履带外观设计的时候 应该考虑到具有外尺的橡胶履带 好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设计 好那我们下面的设计呢 包括它的重量尺寸性能的限制 以及导航的控制以及功率的效耗 我们都根据我们的实际上需求 比如说无人载具以及载人平台 它的重量就将近这个 有一个很宽的一个不同的适应范围 那最后呢 背诸栏我们可以发现呢 我们是采用最后采用八转锂电池 那这个锂电池呢 是具有动力电池的锂铁铃的设计 然后它电池的自动大约是12公斤 也要考虑进我们的无人载具或载人平台 好那我们实际上呢 我们实作了一台机器人 那这台机器人呢 本身来讲 它的运动载台上面可以载人 所以在爬坡的时候 为了适应它的旋转中心 我们要保持水平状态 所以呢 也有20度的一个变化空间 那我们在履带的安全座椅 在调整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有一个专利的设计 那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维持它的 在人的平衡状态 我们实际上来看一下影片 好那我们现在这一台 履带机器人 我们先在在人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爬楼梯测试 那这是我们校园 我们在华夏科技大学 校园的一个无障碍楼梯 那这个楼梯呢 它的斜角超过26.5度 然后我们从楼梯的下端 一直走到上端 然后我们接着来做一个反向的 一个运动模式 接着我们到到达第一阶段的楼梯间 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斜角设计 所以我们爬楼梯的过程当中 会更为顺利 另外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前面有设计一个导轮 那这个导轮呢 可以让这个我们的履带呢 各为紧实 另外呢 我们在履带的表面上面呢 我们跟第一代的设计 有很大的差异 由于履带本身有一个外尺 这个外尺的橡皮的结构呢 可以让我们爬坡的过程 更为顺利安全 那未来我们人形机器人 就是装在上面的一个 矩形的平台上面 然后目前在示范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没有加装 这可能在未来一年到两年之间 我们会完成这个设计 好 接着我们就到达底面了 到达地面以后呢 我们最后看一下 它整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好 我们看到这个完成任务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介绍一下 它这个在室外 室外的工作状况 那刚刚是在我们这个走廊 但是我们在室外呢 环境比较复杂 那我们接着下来也确保 如何在室外的环境之下 保持26.5的度以下的 斜坡的平衡需求 我们看一下影片 好 那我们在还没有完成 一个座椅的情形之下 我们请我们电机系 三年级的同学 来做一个示范 我们载人的重量呢 大约是50公斤 那我们在做左右转 差速的控制方向 这个利用自主性导航 我们让它在校园的一个讲台上面 我们做一个爬楼梯的示范 好 我们现在做一个爬楼梯示范 这个示范呢 我想刚刚跟在走廊有什么不一样呢 走廊的摩擦系数是我们预定的 那室外有很多考量是我们无法确认的 好 我们看一下地板上面的室外接触和它的导航的状态 那在导航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确认这个部分在即使在室外的状况下不同的地形我们也不会打滑 好 那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那我们接着呢 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的在室内的一些状况 好 那由于履带机器人的爬楼梯过程呢 它的安全座椅必须随着楼梯斜坡变化而调整而保持平衡的状态 水平的状态 那本章节采用的简化式连感机构的设计 那也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得到确认 然后从我们刚刚做的设计来看 基本上它爬楼梯 基本上卫装座椅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现在再看看室内的状态 好 这个是我们华夏科技大学的机器人与生意工程研发中心 我们虚拟了一个 我们用砖块然后来虚拟了一个楼梯的状态 那在室内的地板以及砖块的一个交错的一个设计领域 我们由刚才的同学来再做一次示范的爬楼梯的过程 那这个爬楼梯以及下楼梯的过程虽然比较简化 但是也比较完整 那除了上下楼梯以外 我们来示范一下旋转左右旋转的一个功能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那它在做右转的动作 好 那事实上在现场 这个我们用橡皮的一个履带 和地面上摩擦的声音是比较大的 好 最后呢我们做一个小结 那我们在前面两种机器人 这个都使用履带的一个平台 其中在第二代与第一代履带平台当中 机构设计的最大差异应该是在第二代的设计 更具有商业性的特色 其中稳定性与可靠性都获得明显的提升 包括机构设计 履带材质 无障碍空间的设计等等 都更贴近国界ISO的一个标准 那两代履带平台的另一个重大的差异是 本设计团队已经由早期的机械电机跨领域的大三学生成员 已经提升为机器人研究所的研究生 但是第二代上半生的门槛 它的设计门槛更高 目前还在设计当中 我们都会全力以赴 好 那我们做一个结论 我们本章介绍内容大致上是机器人的双组轮型以及履带 运动平台为主 由于机器人运动平台并不适合使用交流电源 那研究学员更应该在机构设计的时候 一并评估具有氯能特色的动力电池作为匹配要件 例如以8转3.6伏直流的锂电池而言 虽然系统提供24伏的直流电源 但自重也达到10到12公斤 相当于平台30%的净重 换言之 上述机器人运动平台的机构设计 也需要将电源管理或负载效应等等技术 进一步完成系统的整合 好 那我们报告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